柯文哲他們這個帳 我真的覺得 這個帳你怎麼講呢 真的是蠻難懂的 因為呢 這個已經感覺很像是我自己做的帳 然後我自己寫錯那種感覺 就是非常的離譜 完全不像說是 你包給一家會計市 會計公司 會計幫你寫的 你知道嗎 我們來看 因為通常做會計的人 對數字是要非常敏感的 多一個零 少一個零 那是差很多的 更何況呢 一張單據960 一張單據110 你可以把它加在一起來登記 變成960110 這個不可能吧 好 然後還有呢 我們先來看 因為總共有六大爭議嘛 我光看到這個 我就已經有一點大傻眼了 好 還有綠營質疑的 什麼叫幽靈繼承車牌來報帳呢 好 蔡英文申報幽靈車牌 賴清德申報 直接不報車牌 好 總之呢 她意思就是說啦 綠營自報啦 幽靈車牌在流竄啦 就是說政策沒有落實啊 就是說 你去報這種交通費的時候 其實裡面可能是有些漏洞的 好 那再來呢 霧燈的部分喔 寫錯的部分 96萬的餐費 買蜂蜜的費用 那露燈呢 就根本沒登上去的 小霧啦 軟體使用費還有交通 然後呢 昨天因為他們不是開了記者會嗎 告訴大家說 好 我們一一的查了之後 發現這帳出現了什麼事情 好 那這黃山現在就告訴大家 再報 露燈漏燈七十幾筆 他說 身為總幹事 我蓋瓜承受 財務處理過程有瑕疵 申報過程非常匪夷所思 我覺得他這句話講得很實在 因為光是不懂會計的人 你都不用懂 好不好 你直接看了你就會發現 怎麼可能是這樣燈 真的是匪夷所思 但亮哥是認為啦 端木正堂堂一家 會計事務所身為會計師 這可是有領牌 有經過考試的 端木正為什麼要漏爆 他說 我猜沒發票 但那黃珊珊 陳志涵就等於說謊囉 懷疑這四家公司沒做 一千八百一十七萬的業務 假帳事實上是在協助某些人 把某些錢弄不見 好 張宇軒認為呢 柯文哲推黃珊珊當戰犯 黃珊珊說了九十六萬素食便當 跟五萬六蜂蜜 但最重要的九百一十六萬原始發票 抵對 好 首先呢 我們先來看 監察院現在在查的嘛 因為收支不符 就是兩千萬 明明白白在那邊 那錢去哪裡了呢 不知道 我不知道細節 柯文哲現在還是不知道 所以現在很多人就在說嘛 白銀說啊 競選總部不是每週 把單據送給會計師善打 然後上傳監察院 照理來說這樣應該沒問題啊 只是呢 每週的會整單據人是誰 那這算不算是內障呢 好 網路上很多人在說 尤其是挺科的網紅朱惠榮 大媽老司機 他聲稱自己是木可董事長 又是進辦財務長的 李文宗出面說明 他說木可啊 在我第一天當志工的時候 就知道遲早要出問題 他的意思是所有志工都有被很鄭重的告知 木可的產品不要幫忙販售 所有的政治獻金都由木可工作人員接手處理 哦 這個裡面感覺還有內幕會不會有人再挖下去 然後這些媒體人李玉會呢 抽絲剝繭 我覺得他們寫錯的東西實在太好找了 首先啊 訪美行程不是被爆料 說什麼 怎麼會這麼貴嗎 好 原來呢 你知道嗎 美西團 美東團 他們霧燈了就算了 然後呢 通通爆成一個團 而且時間點也寫錯 吳興營是12月13號之後去訪美 結果民眾黨的資料寫成11月6號 又來了 連記者會都能錯 真的很佩服 只要有關數字的問題 所有的登記資料都是一塌糊塗 讓大家很質疑啊 到底出了什麼事情 不是都找專業的人來做嗎 那同時呢 今年4月不就查出 大概2000萬收支不符 所以各界質疑 柯文哲 黃珊珊對帳目 是不是早知情 因為這件事情不是最近才爆出來的 好 只是我們最近在討論 因為風頭 風 怎麼講 持續在燒 現在燒的陣旺 好 柯文哲今天連三次說他 不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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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民眾黨自爆離譜的霧燈 多達七八十筆 如果再查下去 還得了啊 每天都還要記者會回應嗎 反正今天還有 我們今天繼續看 柯文哲總統大選政治獻金的 假賬風暴最擴大 最新爆料說監察院今年4月 就查出有大約2000萬的賬對不上 火速推薦要民眾黨補證 難道柯文哲黃珊珊 對大選的爛賬早就知情嗎 柯文哲搖搖頭 連續說了三次不知道 不知道 這個我細節也不知道 監察院 不知道 之前就知情了嗎 謝謝你們 謝謝 賬目約2000萬的收支都不起來 民眾黨前一天還自爆 有幾筆離譜的錯誤登錄 還有多達七八十筆支出 通通漏報 光評車費 餐費 其實都有被漏燈 哩哩哩哩加起來 現在已經有七八十筆 有一筆五萬六千元的雜汁 去購買蜂蜜 被會計師誤登為5600元 也就是差了將近4萬多元 但各界質疑 就算會計師誤登漏報 那這些福報的金額又去了哪裡 民眾黨內早就被監察院通知 仗有問題 為何過去四個月都不調查 不處理 知情上幕就是有問題 那監察院上幕實情不知情 那請問誰知情呢 知道 我就會 還三三知情嗎 知道 我就會反了 還有資深科粉踢爆 所有的政治獻金 都得由木可的工作人員 盡手 被問到這一題 客問者開始有點招架不住 如果要你們要記者會 我們就正式排實踐 你們要問什麼就問什麼 這兩個半路攔截嘛 民眾黨下午三點 中平會外傳可能開閘財務長 李文宗和會計師端木正倒擊 何文哲看似力保競選總幹事 黃沈仙引起黨內反彈 不會啦 這個我們一個 還是要尊重中平會 一個獨立運作的功能 何文哲總統大選 賬目已雲 隨著每天一場查證記者會 外界拿放大鏡 繼續跟著抽絲撥劍 記者張志銘 曹亭海 SE小組才一封的 但客問者也不能就這樣說 我不知道 我不知情啊 還講三次 台北市議員減舒培就開轟 不知情就可以耍賴嗎 團隊有沒有告訴你 收支落差不是兩千塊 是兩千萬 所以他直接批評 再裝就不上了 電疫作怎麼看就是監察院 就是中海有爆料監察院 其實在四月的時候就發現 他們其實政治獻金就已經有問題了 那柯文哲今天是說他不知情 不知情就可以耍賴嗎 而且怎麼可能不知情 你的團隊四月份就已經被告知 你的政治獻金專戶的申報收支落差了兩千萬 然後是你的團隊沒有告訴你嗎 還是你根本就是在裝傻 裝可憐 裝無辜 我覺得再裝就不像了 另外這個今天鏡週刊的報導裡面 其實有講到 柯文哲在六個權限裡面 柯文哲是其中之一 所以如果柯文哲希望看自己的賬 他絕對會看到自己的收支有落差 所以不要再裝傻 也不要再裝可憐的 假帳風波雖然每天開記者會 但是第一階段的清查就已經發現 不得了十七筆是漏報誤報 其中一千八百一十七萬 單據憑證怎麼都都都不攏 那現在算不算是把責任推給會計師端木正呢 亮哥是認為端木正的假帳 有沒有可能是在幫助某些人 把什麼錢去弄不見呢 所以郭哲亮預言了黃珊珊的下場 黃珊珊本來在法律上 就不容易有責任 因為直接做假帳是端木正 那可能有洗錢的是木殼 這都跟黃珊珊無關啊 對不對 那他有的就是獨島不周啦 就這一類的啦 那了不起 了不起啦如果一時一時要判 那也大概只有兩個月醫科那一種 所以基本上扯不上 不過就是因為黃珊珊跟陳志漢 他們第一時間都說他們是有發票的 是端木正沒有做帳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奇怪的點 他說端木正沒有把我們給他的發票做帳 那反而後來弄了幾筆大帳做了一八一七萬 然後給那四家公司嘛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最大的疑點啊 為什麼端木正要做這件事 那他到底有沒有拿到發票 那個黃珊珊跟陳志函是說 我們有給他喔 是他露燈喔 對不對 黃珊珊講得很清楚喔 露燈然後才有缺口 所以才福報 那請問端木正為什麼要漏爆 他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 這個真的蠻奇怪的啦 所以我的猜想是根本沒有發票 那黃珊珊跟陳志函等於說謊 那這要不要查 那為什麼沒有發票 那這樣這筆錢就是不見了 這多嚴重啊 所以端木正那個假帳 事實上是在協助某些人 把某些錢弄不見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黃珊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黃珊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前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